2011年市場非常差 很多市場都裂口低開 非常經典的日子就是8月5日 裂口低開成900點 聽說很多牛證被收回 而且鸾箱輸很多錢 我經常覺得鸾箱贏錢 他們輸了6千萬這麼厲害 究竟小喬 是否真的鸾箱輸這麼多錢 其實當面有一個突如其來的大裂口 都會發行商輸錢 但我先說回8月5日的情況 8月5日其實鸾箱輸口低開成945點 當然最低的鸾箱輸過差不多20643點 跌幅曾經去到1241點 有差不多104隻鸾箱牛證被收回 其實這批被收回的鸾箱輸 它的街貨的日期的數有6400張 都是比較多 而且佔整體所有牛證街貨的日期的數 八成六那麼多 差不多77隻鸾箱牛證 連行飼戒都跌穿了 照計這麼多牛證 跌穿了 收了 那你們不應該贏錢 但你們說你們要輸錢 問這件事 我就想說發行商怎樣運作 其實發行商如果買我們的鸾箱牛證 在8月4日我們買期子 但如果有街貨拿過東西 我們又拿期子過東西 換言之你們在8月4日買鸾箱牛證 越多 街貨越多的時候我們拿期子越多 但8月5日很幸運就是熱口大低開 當一隻鉗子牛證 在隔天之後被收回 發行商是不需要對沖的時候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如果在平期子對沖倉的時候 我們能夠在計價時段高過鉗子最低的點 平期子對沖倉 我們有機會在對沖方面有一個賬面的盈利 但如果反過來 我們在平期子對沖倉的時候 連那隻鉗子牛證收回價 低過鉗子那隻鉗子牛證收回價 去平期子對沖倉 基本上我們在對沖方面其實是會虧損的 一跌穿了 就全部就變成不需要再增加 還要輸突了 是否這個意思 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如果看回8月5日鉗子 列口低是945點 當日一開始已經是20,939點 當日最高位差不多是21,017點 但你要看到一下子 只是計算重貨區的鉗子牛證被收回的時候 發行商要怎樣做 如果假設發行商用 當日最高的那點去平期子倉 因為這個重貨區已經虧損300到500點 如果計算所有牛證皆貨地利期的數 基本上只是這個重貨區 發行商已經虧損差不多 又要5,000萬 但如果看回8月5日 所有牛證104隻被收回的時候 所有發行商我們粗略估計 有機會的虧損有6,000萬 所以新聞都沒有騙大家 原來卵商加起來 可能要虧損6,000萬那麼厲害 生意越來越爛 小喬我們接下來的年後也要努力 有機會 自由度的探索 我還是會接受你 尤其是 有機會 尤其是 有機會 很高級的 教訓 沒有